影射蕭美琴有神秘男友吗 美女副总统背后的男孩是谁 需要今秀出多张网络匿名文章 内容没有指名道姓 却是处处影射准副总统蕭美琴 提醒国安局要注意 文章也一直说是虚构故事 但是他又巨细迷移的 甚至提到还有副总统财产申报等等的事件 这个文章上面的问题 又涉及到台美外交的问题 在网络上面我昨天还去搜寻 都还看得到 如果真的有涉及这样子重大的争议 难道不应该核实吗 从去年到现在掌握的这种争议讯息 有130多万件 但是这个争议讯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一般会通报到全者的单位 徐晓星直询不见大炮性格 议题瞄准削美琴的男友假消息 甚至还提醒国安局记得要下架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一个相关的讯息 在网络上面不断的被转传 不断的被看到 不断的让民众接受到错误的讯息 甚至可能对我们的肖美琴的副总统 那产生了错误的想法 我们谢谢委员的提醒了 那我们也会依照国安局的权责 再来做相关的一个通胞跟权认 等于是利用立委的职权 在帮这些文章来进行宣传 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另外对于徐晓星来说 因为他本身现在深陷的争议 应该是自己好好的去把话说清楚 徐晓星收起密欢定位 质询过程不断打预防针 说自己说的都不是真实的 但家族设债案滚雪球 只要一天不讲清楚 难免给人转交疑虑 三立新闻众友报道